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19号星期三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刘鹤儿子的持仓 和叶飞的史诗级爆料,中国股市的基本盘 我们今天就讲中国股市 另外就是比特币跌破了3万美元,实际上现在已经跌了3万5左右 那我们先讲,先讲这个中国股市 金融时报爆料,讲这个刘鹤的儿子叫刘天然,叫Andy刘天然 曾经是私募基金天一资本的这个主席 然后那个虽然按照这个 按照中共的规定 把这个公司股权卖掉,然后他也辞职 但是他仍然在幕后操作,操作就是帮着这个 公司继续投资腾讯和京东 那么天一资本呢是,或者叫天一子腾,天一资本 2016年在浙江成立 那么刘天然是基金的主席 然后在2017年的4月份 他 他六个月之后,这个刘鹤就出任这个副总理兼那个 政局委员 政局委员,然后就是做副总理 然后呢,刘天然就辞职 辞了主席一职 第2年 就2017年 2018年 把他的这个天一资本的股权 转给了他现在的这个 现任的主席 那么中共有明文规定,领导干部子女禁止在父母监管的这个 行业担任管理的职务 那么他虽然把这个股权卖掉,但是他其实还是在参与这个公司的交易 那么公司投资到腾讯和京东的交易,过去五年,天一资本 迅速发展成为100亿人民币的资产管理公司 有没有违规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表面看到来看,应该是没有违规的 那么刘鹤比较低调 那么他是习近平的 心腹 他在总理当中排名最后 负责金融和科技 同时他是中美贸易谈判的代表 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主任 今年69岁 理论上来说明年他应该退休 最近呢这个针对腾讯 现在受到打击比较大的是谁呢?主要是阿里巴巴跟蚂蚁集团 那么如果是阿里巴巴的话,阿里集团的对手就是腾讯 这个刘天然呢,他的很多投资,他的磁仓大部分是 腾讯,腾讯这一边 中国的互联网就是两家公司,两家公司的天下 一家公司叫腾讯,一家公司叫阿里巴巴 那么现在阿里巴巴打击的比较厉害 受到打击比较厉害 但是是不是意味着这个 刘鹤就支持腾讯了,未必 未必是这样 但是这个现象是有的 这现象 因为你看天一投资的大部分的东西都聚集在 我得讲给大家听 聚集在京东跟腾讯 主要投资在京东跟腾讯 那么刘天然呢,很少人听说他的名字 那么曾经 金融时报说他曾经做过经济观察报的记者 看来他是我的同行 主要是做副刊 然后天一资本呢,这个私募呢 总部在北京 那么有30多个人 30多个人,他有十几项投资 聚焦在文化体育TMT,医料健康三个产业方向 那么曾经投过什么呢,理想汽车 云图科技 一米滴搭水滴公司16个项目 以物流占五个投资数数量最大 目前管理的资金规模是100亿 100米资金 那么现在的主席叫唐蒙 他曾经是伊方达的这个投资经理 之前是在北京市国家安全局 然后是再往前的就是解放军66442部队 当参谋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 毕业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 这样的身份 那么现在刘天然把股权全部转给了 转给了唐蒙和他的管理团队 那大概是这样 京东 京东物流申请香港上市,那么当时的这个港交所的文件显示 天一资本是A轮优先股东 持有2800万股,持股比例是0.57% 那么2019年这个天一资本投资4000万美元 是京东健康,京东健康市值现在是2.3亿美元 挣了很多钱 2018年投资7000万美元,京东物流 都是京东 然后就是预计上市应该可以升值两倍 7000万美元 持股是2800万股 然后还投资什么呢 腾讯音乐 500万美元 现在已经涨了两倍 大概是这样 当然这个金融时报的这篇报道,最引人关注的是因为 是因为谁呢,是因为这个刘鹤 刘天然是刘鹤的儿子 他投资一家这样的公司 然后这家公司投资的大部分都是这个 腾讯系的公司 这是一个,但是这件事情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 中国的红二代和中国的红二代的一些方向 大家还记得阿里巴巴上市之前有两个投资者很引人注目 一个是叫 新天域资本 新天域资本的联合创始人是谁呢 叫温云松 温云松是温家宝的儿子 前总理温家宝的儿子 那么在2013年的年底 新天域资本所持有的阿里巴巴 股份的回报是3.73倍 2012年这批股票,他持有的这批股票 价值是27美元 这就是温云松的成果 另外一个股东,另外一个投资者是 博裕资本 博裕资本就更有名 博裕资本的合伙人是江志成 Elvain江志成是 江泽民的孙子,江绵恒的儿子 哈佛毕业生 博裕资本对阿里巴巴的4亿美元投资,当时2012年 已经 2012年已经获得了10亿美元的回报 这就是 这就是阿里巴巴 在这个蚂蚁集团上市之前有两名投资者 让习近平暴怒 一个是博裕资本 博裕资本刚才讲过了 博裕资本2016年他已经是 蚂蚁集团的股东了 另外一个是北京昭德投资集团 北京昭德投资集团的其中有一个 他是谁的呢 他的老板是 李博潭 李博潭是贾庆龄的女婿 贾庆龄是政协主席 政局常委 他是江泽民的心腹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在中国的股票的一级市场,我们讲基本上这叫一级市场,二级市场就是股市了 股市的买卖 一级市场最关注的是谁,最关注是这些红二代 但是红二代 红二代非常的 你可以看基本上在所有的头部的 大型的这些上市公司企业,主要是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大型的上市公司 基本上都是互联网企业 那这些红二代的身份非常的突出,很扎眼 也引人关注 但是 这只是冰山一角 在一级市场 一级市场的大玩家主体是谁 其实是 中国的各级官员和他们的家属 他们在不同的层面 权力越大 他们在这些明星的 明星的上市公司就更 厉害一点 那么权力没那么大就一个个往下排 一个个往下排 所以他们在一级市场获得了他们的投资地位 他们才是什么 他们才是资本 资本市场 获利主体 他们才是 股市上真正吃肉的大卧 我们就通过这个 通过这个刘鹤 刘鹤的儿子我们延伸 先讲第1件事 在一级市场,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一级市场 他们已经 先行布局了 他不用在二级市场跟大家 拼死拼火 他不去直接 在源头已经搞定 这是第1头 第2头 就是二级市场 阿基市场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 叶飞 叶飞爆料,叶飞史诗级的爆料 5月16号晚上 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告,对相关账户涉嫌操纵 中原家居等股票行为立案调查 那么证监会表示,针对近期涉嫌 合谋实施不法行为等问题 决定对相关账户涉嫌操纵 利通电子 中原家居等股票 股票价格立案调查,证监会说 欢迎市场各方特别是了解情况 掌握证据的人士 通过常规渠道举报证券期货重大违法犯罪线 共同维护资本市场良好秩序 证监会知道这些不法行为吗 中国证监会拥有全世界 监管机构最大的权力,为什么 他有穿透式监管能力 穿透式的监管能力全世界都没有 只有中国证监会有 所以其实中国证监会掌握的情况 比这些所谓的爆料 要多得多 他们只是装的不知道而已 为什么 他们也在中国社会当中 中国社会的权力对 对这个社会的控制 他们也在其中 深在其中,所以中国证监会 讲一番这样的话 非常的虚伪 原因,缘起 缘起是什么,缘起就是叶飞 那么叶飞的微博认证是淮北市 倚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叶飞 他在微博,他是微博的用户 5月9号爆料 这段话是这么说 中原家居的董事长曹总 董密张总,你们公司的市值管理找的盘方太不是东西 3月31号 3月31日那几天通过好几个中间人找到我 给了不到定金10%,让我的下家一些公募基金经理 和券商资管买了你这个票 然后一直跌停 并且盘方 普菲迪 这个人赖账不付尾款 一开始说的 锁仓代词,保底给保证金 盘方拉升30%以上,结果呢 不仅不锁仓 还直接出货给我们 而且 还不付保底的保证金 发了这个微博 这个微博一出来就炸了锅了,整个的股市就炸锅了 那么这件事情呢 其实是个非常典型的 上市公司操纵股票股价的行为 那么上市公司是中原家居 中原家居他找了一个操盘机构 操盘机构就是操纵 他们公司股票的机构 他想把这公司股票做高 做高他市值不就大,市值大他不身家高吗 到时候他卖股票的时候可以卖多一点钱 所以呢就是 这在上市公司当中叫什么 叫市值管理 市值管理其实说到底是什么 就是操纵股价 但是在中国 遍地都是 就是 上市公司自己做庄稼 操纵股价 但他自己不干 找谁来干 找操盘公司干 操盘机构干 这就是一件价,所以中国股市非常的 中国证监会知道吗 中国证监会就算是他全部瞎掉了他也知道,为什么 他还有耳朵 那么操盘机构呢就通过中介找到谁,找到叶飞 叶飞呢去联系他的下家,他的下家是什么呢,通常是 有关系的公募基金或者是这个 券商资管 资管是资产管理机构 券商有很多资产管理机构 那么这些资产管理机构也在市场当中买卖股票 所以他就找这些下家,这些下家并不是官方的机构 是这些基金经理 就是买卖股票的人 他有些相熟的关系户 他就找他下家 他们约定好 怎么约定好呢,操盘机构 把股票拉起来 拉起来之后呢,这些基金经理啊,这些资管经理 就去市场去接盘 接盘,股价不就稳住在高位了吗 因为通常这些小盘 小盘股票 交易量不高 交易量不高,你拉上去没人接盘 这个 这个股价控制不住,一不小心就会掉回来 所以就先让他们接盘 然后呢,等操作一轮之后呢 这个操盘机构呢,就把这个叫锁盘,什么叫锁盘呢 就把这个股价维持在一个相对的高的位置 就让这个下家出货,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操作 整个的操作链 上上下下全有报酬 全有报酬 谁给的报酬 市场给的 市场谁给的,市场就是小股民 就是那些小股民 就是 韭菜们的钱 大家一起分 结果这件事情什么,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就像叶飞说的 这有人呢,就没有按照承诺,按照承诺去锁盘 他不锁盘,这些人不全砸手里吗,不仅不锁盘,一直在砸盘 一直在出货 一直在出货,这些在高位接的货的人不就赔钱了 那么下家赔钱 那找叶飞算账,叶飞又找上家,上家不理他 他把那很多聊天记录都贴上去 然后最后爆料讨债 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事情复杂吗,一点都不复杂 但是这件事情是有问题的 按照法律 这种行为就是典型的操纵,叫操纵证券的违法行为 这在中国证券市场 非常普遍 就是所谓的上市公司自己做自己的庄稼,通常是中小盘股 特别是小盘股 那么我们也来起一下底,这个底是怎么回事 叶飞 先说叶飞 叶飞是他的那家公司叫淮北市倚天投资有限公司 他是董事长总经理 那么2010年4月成立,注册资本是1000万 法人代表张文科 那么他是大股东,99%基本上就是他自己 然后2015年呢,政策会对5起操纵股票的这个操纵市场的案件 做行政处罚 其中叶飞 涉嫌操纵 信维集团 近期车轴 奥特逊 江淮汽车 中青堡 五只股票 没收非法所得663万 操纵五只股票才得663万 已经罚1991万 那么罚了很多钱 然后最近呢,这个叶飞和他的关联公司 叫华北倚天投资公司 被执行人 执行标的是 726万 5782元 这个执行法院是天津南开区的法院 那么截止目前 叶飞和他的公司 被执行的数额超过836万 那么这件事情呢是这样 叶飞的这个爆料 如果查证属实 那么整个的这个链条上面的所有的人 都违法 触犯了刑法第182条 叫操纵证券罪 操纵证券罪 是操纵证券期货市场影响证券期货交易价格 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是拘役 并罚款 情节特别严重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款 和他人串通 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方式 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 还有一个就是 以其他方式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 那么也就是说整个链条上的各方人马 都是共犯 都跑不掉 那么这是第1个 如果他爆料是真的 如果他爆料不属实 那叶飞麻烦也很大 他就涉嫌触犯了刑法的181条 就是编造并传播 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 那么怎么样呢 就处于五年以下与期徒刑并处罚1万至10万元 另外还涉及相关公司的 和自然人的民意权 那这件事情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但是叶飞 5月9号一开始一爆就开始 就开始 不停 这件事情停不下来 13号中午 叶飞 公开点名上市公司 中原家居的董事长和董秘要几百万的接盘债 这是13号 14号下午 点名又继续点名 龙基基界 维信诺 浩志基电三家上市公司 他还说要准备报18家 18家 说有几百 几百个G的掉 要报40天才能报完 到了14号的晚上 然后就是点了谁的名呢?重泰汽车投行总 投行的陈庆波 然后说他担任了中原家居的中间人 还说这个 说这个中原家居打算出100万 让他闭嘴 这是14号 15号 继续点名 点了谁呢?印重互联 法兰泰克 详兴科技 东方时尚和金创集团5家 然后这股民就把这个叶飞点的这些名字上市公司呢叫 叶飞概念股 截止目前 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已经对中原家居东方时尚 号制基电 维信诺 龙基基界5家 发关注函,要求 公司自查并说明相关情况是否属实 是否存在和第3方合谋 单独操纵公司股价 做庄等情况,是否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中原家居和这个东方时尚已经回复 说没有,没这回事 到了5月18号 叶飞,叶飞又开始爆料 报什么呢,他说现在上市公司所谓的市值管理 两种模式 一种模式 超班机构 和这个公募基金 一起合谋 拉抬股价 然后超班机构给公募基金私下 反三到五个点 这是第1个,第1种模式 第2种模式 就类似老鼠昌 老鼠昌什么呢,就是公募基金经理 先把他资金池里面的某些股票出掉 出完之后呢,这个操盘机构就在股票池里面挑 挑他感兴趣的股票,他先买 他比如说我 我有三只股票,我把这三只股票出掉 出掉一部分 不全出 出掉一部分 每个出掉5000万 那你去挑,你挑完这个,他就先买 买完之后呢 买了三个亿,比如说 这个操盘机构买了三个亿 然后拿3000万出来 给什么 算是帮这个 买了10% 算那个公募基金买的 然后呢就 公募基金就开始负责 拉,就再买回去,买回去股票不就涨了 操盘机构每赚10个点 就提现 提现给这个 给这个基金经理 就按照这个方式 叶飞说这就是老鼠舱 不同的是呢 操盘机构用的是自己的资金 那么以前的老鼠舱的通常 这个公募基金他不能操作 不能自己操作,就找亲戚朋友啊,让他们去买 但是这种就更难查 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用自己的钱 那么业内人士指出,市值管理的上市公司通常 就是自己做自己公司股票的这个庄家的这个公司呢 通常都是 流通盘比较小 小盘股 那么一两千万就可以影响它的价格 那么 对于两亿对这个基金来说那就是门槛 那么通常现在很多基金一般都是5到10亿呀 那如果拿3%出来的话,也就是1500万到3000万之间 私底下找几个基金经理 一操作就够了,这钱就够了 所以呢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情况,叶飞一爆料 这些点名的公司,资金就赶紧跑 现在股价就暴跌 连累了很多中小市值板块的这个 股票普遍下跌 那么其中的东方时尚 这个最惨烈 5月14号开始,5月17号开始 三个跌停板 三个跌停板 然后一些这个 公募基金 开始启动这个内部自查 重点排查,叶飞看见股 这个查有没有交易 有的话 有没有持仓 有持仓 查这个交易 看看基金经理之前有没有买卖这只股票 如果一直买卖那就正常 如果呢你一直没买这股票,突然一天就开始买了 买了一段时间又清仓又不再持有了,这个有问题 开始查 就是这样,现在开始 那么 5月16号 这个叶飞接受这个面对面的专访 然后就透露更多的细节,我就不在这里讲了,大家可以有兴趣的网友可以 去了解这些细节 那他就是问他,你做这个动作这个记者问他 你做这次爆料的真实的目的是什么 叶飞就说 他说 我爸爸是个老股民 15岁教我炒股票 后来我自己也干了这么多年 拿过全国散户冠军 06年07年还拿过私募冠军,那么也管理过六七十亿的资产 他说我发现我爸一辈子在股市里面不断的亏钱 有时候赚,有时候最重还是亏钱 他说 所以我妈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 直到我私募赚了点钱,家庭生活才改善 但我父亲身体又不好 他说我觉得呢中国散户就像我爸一样 干20年还没挣着钱 然后呢他们 是他们不够聪明吗,他说这个民间散户 一万个里面走出一个职业股民 就能改善 能改善生活的很少很少 就说 真正能挣的钱的股民非常非常的少 他说我觉得呢应该提高举报奖励的金额 比如把中介拿到的三四个点直接奖励给举报人 那这样的话呢去接盘还不如去做举报这个座庄嘛 举报越多慢慢就没人敢坐庄 大概他就说了一些这样的话 就说明他的 表达他这种心计 那么昔日这个 私募冠军叶飞,我们总结一下 他呢就 他之前也是熔断,熔断行情也是吃了大亏 后来没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呢,做资金前客,撮合大家 操纵股票 叫市值管理 那么谁知道了碰到了黑吃黑 一怒之下拼个鱼死网破 微博实名爆料 微博实名爆料,这是这么多年中国股市当中第1次 第1单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要讲的原因 之前有网友 提过,我之前也没有太 太认真对待,认真一看还是很大的事,因为真的有一 这是第1起 中国股市的 中国股市里面 真正去涉及到这个黑幕的人 走出来 以身说法,以身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黑幕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么实名爆料 非常有价值 那么叶飞概念股出来,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叶飞概念股现在有十几个 然后关联的 跟这个爆料有关的券商有 深万红元 民生证券 恒泰证券 天丰证券 然后叶飞单枪匹马 掀起资本市场的一场血雨腥风 那么我评价一下 我不知道他刚才讲的那个目的到底是真是假,他讲了他父亲 但是其实他父亲是中国千千万万 小股民的一个代表 就是他们就是韭菜 你可以看中国股市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中国股市的情形就其实就是这两条新闻 所反映的背后的真相 在一级市场 中国的官员,中国的红二代,中国的官二代 他们已经开始在一级市场 把大块的肉给吃掉了 他们已经分掉了,当然还包括国有企业 这是一头 在一级市场 他们主要集中在一级市场 一级市场省事 一次性搞定 上市之前 进去拿一票 一上市 出不出再说 但是直接就争执 所以早早的就把这些最优质的股 上市公司的这个 这个资源就拿到手 这就是 这是主体 这是利润主体 好,到了这个二级市场,就现在的 交易市场 交易市场 一片黑庄 这一头是什么 这一头是黑庄 现在暴露出来的是什么呢,暴露出来的只是也是冰山一角 冰山一角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钟小盘的上市公司 自己做庄 叶飞其实讲的是这一头 但是其实中国股市做庄的 那就 除了这个以外 有各种各样的做庄 投资机构的做庄 这个上市公司自己做庄 还有庄家机构 就以前这个 叫什么这个 财经周刊曾经做过一个封面故事 就讲中国当时最厉害的 庄家 等等 所以黑庄遍地,在中国股市当中黑庄遍地,这是二级市场 另外一头是什么,除了黑庄以外就是黑嘴 黑嘴就是 就是股评家 股评家黑嘴 黑嘴 搭配庄家,这就是他们的 狼狈为奸的 这个完美组合 这个黑嘴呢控制了 证券市场的主要的舆论 就是欺骗,欺骗股民 买什么股票 这两头合作起来 把股民当韭菜哥 那背后是什么 背后就是中国证券会 和两个交易所 他们有 你说这些事情他们不知道吗 他们能不知道吗,他们都知道 但是 中国证券市场的这个问题 和中国其他 社会上其他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是什么 就是腐败 这里面全是腐败 证券会也是一样,证券会基本上我们以前说过 在以前在证券市场有个说法 就原来投审会 投审会拉出去机关枪扫射 可能还会有漏网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 这就是中国股市,所以我一直讲,我不评价评论中国股市 我不讲中国股市,原因就是什么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资本市场 这就是一个 赌场 而且 这个赌场是 不断造假的赌场 别的我们不说,关于这个证券,中国证券市场 主要是为了国企 解决国企融资问题,这个我都不说 我都不说,因为毕竟这里头还有其他非国企的上市公司 但核心问题是什么 核心问题 中国证券市场的 腐败 堕落 是和中国整体社会的腐败堕落 相匹配 他反映了中国整体 腐败堕落的 这个现象 只不过 因为他离钱最近 离钱越近的地方 地方 越腐败 为什么 因为越容易能弄到钱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 这个叶飞爆料和这个刘鹤的儿子,那这两件事情我们放在一起来跟大家 报告 另外一个呢就讲讲比特币,比特币最新我刚才看的是 3万5了 从6万5的最高点 跌到了现在的3万5 那跌到了超过40%了,将近50%了 那么 这里面两件事情 很重要,第一件事情马斯克 5月12号马斯克 在推特上说,说特斯拉暂停使用比特币 支付购物车费用,还说这个比特币挖矿 这个使用这个实化燃料 增加感到担忧 这个这件事情影响很大,当天这个比特币跌了10% 然后而且特斯拉用比特币支付到现在还不够 不够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开始从5万4开始一路下走 那么昨天 昨天的新闻就是 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协会跟支付清算协会,三个协会 发公告 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不得开展 虚拟货币的相关业务 而且他把情况说得非常的具体 所以就 比特币和其他的虚拟货币都在跌 其实都在跌 现在的情况就大概是,我就不展开讲,因为时间有限了 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前一阵子比特币 不断的创新高跟什么有关系 跟明星有关 这些明星机构包括 包括马斯克 在内的一些明星机构,包括那个高盛啊 这个等等 这些证券机构 证券投资明星 出来为比特币 加持 这种舆论造成了什么,造成了一个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的投资 高潮 那么然后就开始下来 基本上大家进去了 这个他也该下来 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大家小心 比特币或者是 加密货币 他的波动性,市场波动性非常的高 而且他 不受监管 关键是他不受监管这个特征 所以呢中小投资者要特别小心,特别谨慎,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够 不能掉以轻心 而且 不能够用 用信仰的方式来投资,我知道很多加密货币投资者是以信仰的心态来投资 我理解那个心情 但是大家要谨慎好吗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另外呢,请 进入互动之前呢 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鸣谢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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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杰克布拉格问候王老师 王老师节目让我很受启发,每天两次的直播 非常辛苦,请王老师保重,感谢 辛苦的不是直播 辛苦的是什么呢?辛苦的是 就是 我们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节目过程当中 经常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经常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还是时间压力 直播不辛苦 时间压力比较辛苦,比如说 我们可能会比较晚发现 这个题目我们今天要做 那你剩下的时间就非常的少 那你就可能会 可是你要赶直播的时间 所以你会有时间上 这基本上时间压力是新闻工作者都要面对的问题 情况,日谷已经连跌几天了,今天又是大跌 又操到了半山腰,损失惨重 上次听了王先生的警告躲过一劫 最近王先生没怎么讲金融就没了方向OK 好吧 我基本上不讲股市,金融市场我很少 很少讲 最近讲的少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 我们最早是讲财经 我们原来叫王健每日财经 或者是叫王健财经观察,我最早叫王健财经观察 因为我喜欢财经,因为我做财经记者出身 但是呢我后来也做其他,后来我们 也做政治新闻等等,所以我们的财经频道也扩展到了 其他的领域,后来我们就改名叫王健每日观察 所以我们现在的观察的重点 一个是中国 中国是我们主要的议题 中国分两 主要是两大块,一块是中国政治 一个是中国的经济 那么现在有一些民生议题 我们也会 关注,因为有些民生议题跟政治有关系 这是一个,第2个就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 我们关注的重点 第3个就是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主要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 以中美关系为背景的地缘政治 包括两岸关系啊,包括这个朝鲜半岛问题等等,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热点问题我们都会关注 观点,中国股市最大空头是中信证券 天天做空,新加坡A50指数期货 A股卖篮筹砸盘,新加坡A50 开大头 空头单赚大钱 好吧 中信证券基本上应该是现在中国最大的 最大的券商了吧 他的 情况,90年代 师从田园 经济学系证券方向 毕业后被发配到一家小国有工厂 至今从不干股票,期货,债券 观点,中国证券市场 就像中国的大食堂一样 厨师与厨房工作人员各个吃的脑满肠贼 洪光满面 在中国就这样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贪污腐败 观点,想在币圈赚钱,只需要控制仓位 只玩现货,把比特币的价格看成中板 左侧是涨,右侧是跌 涨完就会跌,这是必然规律,一旦打破这个规律,那这个市场就凉了 道理很简单 一句话讲完,证券市场 也好,资本市场也好 就是低买高卖 这个不复杂,真的不复杂 现在的问题是控制仓位也好 玩现货也好,你说的左侧看着钟板 跌下来就买 涨上去就卖 说起来好说,但是不一定 这个 投资这个呢就是 其实是需要一些特质的 特质 包括我们讲投资的纪律啊 包括我们投资的眼光,选股票啊 包括我们怎么样能够克服弱,人性的弱点 比如说恐惧啊 比如说贪婪,控制 你想一下,你要控制你的恐惧 这是很难的事情 人的恐惧,人对恐惧的反应是什么 很直接 逃跑啊 当你五块钱买的股票 他跌到四块钱的时候 当时你的恐惧是什么,你恐惧就逃跑 这个很正常 但是你在资本市场当中,你要克服你的恐惧 那比如说 克服你的贪婪,比如说我 一块钱涨到两块钱,哎呀这个我已经涨了一倍 我觉得他会涨 你要贪婪 但是有的时候在 证券市场,在资本市场,在股票市场 最怪异的事情是什么 最怪异的事情就是 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 今天公布的时候,利好 股票涨了 同样,一模一样的消息 在另外一个时间 公布了 它跌了 同一个性质的消息 它既会涨 也会跌 这是一个 就是资本市场 最怪异的情况 第2个情况是 在资本市场呢 你恐惧 在这个时候你恐惧呢 是错误的 可是呢 在另外一个同样的情况之下,你的恐惧呢 是正确的 所以 其实呢 你可以看到,在资本市场,不管是中国股市 还是任何其他的市场 资本市场 所有的投资理论都无法解释我刚才讲的这个情况 就是一模一样的消息 它带来的市场波动 可以完全相反 一模一样的行为,投资行为 可以带来不同的投资结果 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 所以怎么说呢 每个投资者 都有自己的心得 大部分人 都会忽略自己失败的 部分 只关注自己成功的部分,这是大部分人的,都是这样 你从其他投资者里 听到的 大部分是他们成功的故事 他们不会告诉你失败的故事 所以你基本上你只听到了事情的 一小部分,因为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的投资者 都是大部分投资是赔的 一小部分是赢的 包括谁呢 包括巴菲特 所以巴菲特的故事 千万不要听 这些投资明星们的故事 千万不要去听,那都是胡扯 都是胡扯 包括这些成功案例啊 什么创业企业都多么成功啊 都是胡扯,千万不要相信 为什么 这就是人性啊 谁愿意把自己那些不堪的往事告诉你 人哪有天然的明星啊,没有的 都是包装出来的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 我给大家的忠告就是 不要去看那些成功人士的自传 不要去看那些 你要看看可以,看自传可以 不要看 要看人物传记可以,但是千万不要看自传 自传都是骗人 不管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观点,大陆没有资本市场,因为最基础的没有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 衍生不出自由的资本 资本的两大本性 自由和逐利 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匹配 相互矛盾,不能相互促进,反而相互扯后腿 这个经济哲学上的悖论,因此迟早 是亡党亡国 中国资本市场的目的是什么 中国资本市场的目的只有一个 为国 为国有经济 筹集资金 其他都顺带 那么我们讲,市场经济的资本市场是什么 市场经济的资本市场是 要素市场 经济要素有三个经济要素 一个是资本 一个是人 一个是交易 这就是要素,要素市场就是比资本 资本要素 那么资本要素通过这个资本市场来发现价格 资本市场的最核心的东西是 实现要素的流动 就是我们叫 用 用马克思学说就是实现生产 资料的流动 就是由这个主体变成那个主体 通过这种流动,要素流动提高效率 你比如说你这个资产 在这个 这个结构当中,它的效率比较低 那么另外一个投资者就愿意用更高的,因为你价格就不高啊,价格不高,我愿意用这个 价格买过来 放到我的组合里面 我的组合效率更高 那还得到更高的回报 所以资本市场就是,一个是发现价格 一个是实现要素的流动 这是核心 这是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础 当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基石是什么 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的意思就是 资本,私有财产生生不可欺贩 那么在中国,第一,没有产权制度 那么没有产权制度意味着什么 你的资产 会随时被剥夺 那你比如说何大武 叫李大武,李大武,大武集团的老板 一家 十几口人一口气,连夜把你抓走 为什么,因为觉得你 不是自己人 有问题 搞他 整个的公司 几十亿 没收 然后关起来 现在就要审判 莫须有的罪名去判他 这就是中国发生的事情 资本市场也是一样 然后他是为他的国企 募集资金 顺便搞点其他企业在里面 所以你看中国的资本市场 融资规模最大的,超过70%以上 国有企业 都是国有企业 早期那就分猪肉全是国有企业 所以就是这样,所以 中国的资本市场 不符合 资本市场的定义 所以 那中间就涉及到各种腐败,所以 一开始中国的资本市场的目的 就不符合资本市场的 宗旨 然后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又涉及大量的腐败,涉及到权力 涉及到政府对市场的操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股市 还不如赌场 赌场你至少你相信他是公平的 你中了奖他会给你钱 中国的股票市场你中了奖他不给你钱 就这个问题 这像什么,中国的彩票 中国彩票重来重去都是管彩票的那些人 所以你看中国的彩票的那些人都是五花八门,带各种面具去领奖,为什么 怕人看见他 为什么怕人看见他 这就 揣票管理机构的人 就这样 观点,好的商品都值得投资,只是每个人的风险承担能力不同 口袋不够深的人不见得能够撑到挣钱的那一刻 投资之前要三思,时间点不同 即使同样的情景,也不见得导致同样的结果 因为你 有你没有见着的因素发生 就是这样 就是我们叫信息不对称 反正我觉得呢 普通人 不要去投资 普通人不要去投资 为什么 赢不了的 赢不了的 然后普通人也不要去做,把钱给聪明人去投资 你也赢不了 聪明人要挣钱 然后市场还要挣钱 你剩下来给你多少钱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做一些相对保守 相对保守的 钱这个东西呢,一定要认真对待 一定要认真的做功课 把这事情想明白,钱是什么,对你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钱这件事情对每个人的 意义是不一样的 对每个人的意义不一样,所以你对待他的态度都不一样 不是一致的 所以你要去认真的去对待他 去思考 去学习 学习很重要 然后把它搞清楚 他对你到底意味着什么 你搞清楚这一点 然后你再决定 你怎么去对待他 怎么去安排他 比一上来就,谁谁谁谁投资挣了钱,哎呀我也要去 去搞这个 他我比他聪明多了 他能挣钱我就不能挣钱吗,我肯定挣得比他多 这种想法都不对 提问,请问王老师为什么相同信息会导致不同的波动,难道是靠运气吗 因为为什么 有很多原因 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 不同的机构对这个机构的,对这个信息的解读不一样 同样的信息 那这个机构 他持有这只股票 那他 解读这个机构的,解读这个信息的时候他觉得是利好 那么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机构 同样是持有这个股票 他认为同样的信息,他认为是利空 一个是卖,一个是买,所以有的涨,有的时候跌 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里面中小股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遇到最大的问题 信息不对称 你掌握的信息不够多 掌握信息不够多的原因是因为你处在市场不同的位置 理解吗 一棵树 市场就像一棵树 那么大的机构投资者他爬的比较高 爬到树顶上去了 你呢是站树底下 那你想一下,你看到东东西跟树顶上看到东西的人一样吗,当然不一样 那他看到的东西,他根据他看到东西去 做的决定 和你站在树底下看到的东西做的决定,而且 你是看到他做一些决定 但是你看到他只看到他一部分决定 他全部的决定他未必让你看到 他有的时候做了某个动作他怕让你看见 他有的时候特地让你看见他大手做的动作 所以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 中小投资者,特别是小投资者 你只是看到一个非常小的点 你看不到一个全局性的东西 那你做的决定会是怎样 所以这里面不是运气的问题 这跟运气没有关系 股票市场,证券市场,资本市场 他的每一个价格的波动 背后都有道理 都是有原因的 没有无缘无故价格上涨下跌 绝对不可能发生 每一个波动 都是有理由的 不是运 这不是运气 跟运气没有关系 最没运气的地方是哪里 就是资本市场 都是有大量的力量的 对 对抗产生 提问,这样的爆料就是内线交易 爆料人就是吹哨者,请问王老师,叶飞会有吹哨者的保护吗,应该没有吧 如果他说的是真的当然没问题 如果他说的是假的 那他就有问题 情况,王老师说得很对,中国股市确实不是广大小股民玩得起 亲戚家的儿子曾经在某国籍干部侄女的男友 因为家庭身份地位相差太大被逼分手 金融专业毕业的他,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 我母亲从不炒股,心血来炒给他10万块钱,让他帮忙炒股票 几年后炒的上百万 智商正常的人都知道怎么回事 我母亲透现后再也不让他帮忙炒股票 我说这么好赚的买卖为什么不做,他说这样子钱 赚了亏心 还是 他是睡觉比较好 非常对 请问王老师投资美股吗 不告诉你,这是我的私事 观点,希望王老师以后多讲一些财经知识 好的,我有机会我一定会讲 一定讲 请问DFI的创业还能搞吗 做虚拟银行 以比特币做抵押 我不知道 如果你在准备做这件事情,你应该做更多的研究 我不知道创业这件事情 创业这件事情 99.9都会失败 你先把这件事情想明白再说 至于说创业做什么 再说,再另说,你先搞清楚创业是什么 创业就是99.9 都会失败 事情 你敢不敢干 你干不干得了 你干完之后的后果你承受 能不能承受得了 你要把这件事情想清楚 再决定你干不干这件事情 至于这个具体的东西我真的不懂 虚拟银行我真不懂 观点,普通人如果有机会能够分到职工内部股 可以在上市之前买入 上市后逐渐抛出 关键的是要看清楚自己公司的管理水平和盈利状况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在自己公司的股票上赚钱 大部分 不是大部分 绝大部分 就是 就是当你知道这家公司的时候,你通常不会买他的股票 提问,我是做机械的,由于原材料大涨 上游企业 铸造厂已经停产一个星期了,请问王老师大萧条会来临吗 有问题 我最近收到了一系列的资料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些资料,就是 很多地方停电啊停产啊等等 这个情况我觉得蛮严重的 但是现在 中国的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这些事情 这个是很危险的 有危险性 大家小心一点 我最近收到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很多网友给我发这些信息 各地都有 有的地方限产 有地方停电,有地方原材料涨价停工 你刚才说的也是这个停工,原材料大涨 铸造厂停产一星期 这个问题又很严重 观点,中国股市无论从内行还是散户理解都是虚伪的一幕 中国股市属于富人滚立的一个市场 这个市场不属于民众,但又对民众开放 普通人会奋不顾身的去牺牲其中 乐在其中,太荒流 对普通人来说 最大的诱惑是什么 最大的诱惑就是财富故事 我当记者的时候有个财富故事叫杨百万,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 炒股票,炒股票很厉害 上海宁 而且他炒股票很有方法 而且他对事情 调理得很清晰 后来他自己研发那个 叫什么就是 软件,用软件来 找这个投资股票 两百万 那在股市里面就经常流传这种 这种级别的这个 财富故事 财富故事对普通人 非常的有吸引力 因为你想一下 拿着10万块钱进去 一两年时间变成100万,哎呀我现在手上有100万,那一两千万 一两千万,那我生活就不一样了 然后大家就会展开想象的字吧 如果我做这件事情,那我会得到什么,然后我就会怎么怎么 然后就去 就去炒股票 就是这样,你现在在中国股市当中 我相信有90%的股民 都不理解PE是什么 90%的股民都不理解PE是什么 哎呀这只股票五块钱 贵呀,你看我这股票两块钱 中国大富股民是一个这样的级别的股 所以你想想看,这多可怕,非常可怕 所以你想 叶飞他讲的那种 那种级别的那种操作 对这些股民来说,韭菜根本不是韭菜 叫什么 热刀切黄油啊 就这么切下来,韭菜你还割 他不用割,直接切啊 所以 所以我一直在讲 我一直劝大家 尽量的不要去投资股票 就算是在美国 也不要去投资股票 为什么 还是不对称啊 在中国那是庄家遍地,那非常的不公平,那是 那是社会黑暗 在美国市场 大家不要以为就公平了,也不公平了 大家还是信息不对称 资本不对称 你想 摩根斯特利他加密了一个基金 到股市里面去一口气,一口气买5000万股,你这股票不到天上去了 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资金不对称,信息不对称 他上市公司 他这个基金经理他握了那么多钱 他要炒这只股票,你像巴菲特他直接派人 直接去那公司 去从他的CEO跟他谈 了解情况,把这情况 了解 了解透了 他再去买这股票 那当然,他对这公司多了解,你拿着这个别人的分析报告在那看 这一样吗,完全不一样 他还是信息不对称 所以不要去跟他们打仗,打不赢的 虽然股票市场不是个零和游戏 但是背后是零和游戏 背后有这个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是零和游戏啊 股票市场是期货市场的什么 附属产品 大家不要以为期货市场是衍生产品,不对了 其实现货市场 是期货市场的 附属产品 是工具,是期货市场的工具而已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 那在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是什么概念,就是 你带着全套进市场 你要 获利 一拳 把对方打倒 你就获利了 你进去以后,啪被人打倒 他就获利了,你就死了,你就赔光了 就是期货市场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股票市场虽然讲不是这样 但是股票市场 背后是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成交量比股票 成交量大得多得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资本市场 是公平的,资本市场从来就不是公平 从来是公平 你拿着几万块钱进这市场去,那就 塞牙缝都不够 所以 大家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能力 不要自己在那研究半天,我发现那个全世界 都没发现的秘诀 我去搞,搞两下发现是 果然有效,行 广东话叫反三 就是全力以赴,把身家压上去,结果你就赔掉了 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种故事见得太多 所以大家把自己的钱看好 不要去投资 你花 大部分的人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有一笔钱 你怎么花呢 当然这笔钱不是个小数目,怎么花呢 都花不出去太多,因为你会痛惜 可是通常让它变少的最直接的后果,通常都是由投资带来 观点,王老师说的一点都没错,我是上海人 一线城市很多人会把研究股市作为一种天赋剂呢 让我觉得非有所思OK 观点,很多人一直觉得炒股要是正土 去澳门赌博是歪门邪道,就是被CCP洗脑洗的 实话实说,我见过有人在赌场赢钱 至今没有在股市赢的 我指的是长期的 虽然大多数人在赌场输钱 我有个同学,我有同班同学 大学的同班同学 他应该是中国最早的股民 他也是中国最早的股评家 他最高的 应该是在90年代的时候 90年代末期 他最高市值,手上握的市值大概超过一个亿 他账户上的钱 超过一个亿,当然包股票 他现在 就是 他十年前吧 十几年前 惊喷洗手不干了 不要跟他讲股票的事情 就是这样 他曾经非常的厉害 所以 怎么说呢 非常厉害的一个人,我的同学非常厉害的一个人,但是他最后什么都干 提问,可以买指数基金理财吗?不知道 自己研究去,我不答这样的问题 情绪,今天听财经听得太过瘾了,谢谢王老师,谢谢 情况,我们电子行业 电子信息行业,由于芯片几倍几十倍的涨 很多工厂都停产,等芯片价格下 下降在开工,OK 提问,王老师 现在原材料大涨,可是产品出厂价格却没有相应的提高 现在很多厂都在硬撑,如果原材料价格稳定在现在的高位,中国制造业还有未来 我相信如果 产品价 原材料价格在现在这个位置 一半以上的工厂要停工 硬撑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硬撑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情况 但理论上来说,大家都在停工的时候,原材料需求会下降 价格会慢慢的下来 这就是个危险的平衡 但是毫无疑问,你可以看 数据,现在官方功夫的数据都是假的 没有真的 全是假的 瞎编了 情况,坐标广州市白云区,很多村的工业 工业用电被限制 上周六停电一天,这个周五通知会停一天 告诉工厂说法是错峰用电 我觉得不是错峰用电 是发电厂不肯发电,因为他赔钱 我 我已经收到了三四个 网友给我的爆料 白云区 拍雨 都是这样的情况 观点,资本是没有公平的,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公平可言 大部分的投资者都是投机,真正的投资者已经很少很少 这个快餐热度时代,人人喜欢赚热钱 投资者都是投机 大家想一下 所谓的价值投资 我讲一下我的 不成熟的看法 所谓的价值投资也好 超短线也好 投机也好 投资也好 其实他们都讲的一件事情 讲的是什么事情 讲的就是 低买高卖 只要你低买高卖 或者是你在一个点买进 在一点卖出 就是投资 标的是个 资产 你买进,然后卖出,这就是投资 他也是投机 投机是什么,就是低加卖高加卖 低加买高加卖 没有区别,很多人讲,你这是投机呀,你这是投资啊,我是价值投资,我就投资啊 这个短线操作就是投机呀 胡说 这不符合逻辑,逻辑是什么 只要你的标的是资产 你在一个点买入,你在一个点卖出,这就是投资 这跟你的背后的理念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把这个投资包装成为投资,另外一个是投机 那叫什么 那叫往自己脸上贴金 都是投资 没有投资投机,投资跟投机 它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你说你投资时间很长,持有时间很长就对吗 我告诉你 大部分的投资者持有的时间越长,他会发现 那股价越低 不要谈这样的,这都是写书的人骗人的事情 无所谓投资,无所谓投机 无所谓投资持有资产的时间长短 跟持有资产时间的长短 没有关系 跟资产的 质量 没有关系 你说这个资产 这个资产质量很高,所以你的投资是对的 胡说 多少人买 买腾讯赔钱的 如果你说投资的资产 的品质 决定了你投资的正确性的话 没有人会赔钱啊 所有人都会去买那个 最好资产的人了,但是大量的人买了他赔钱,为什么 因为他买的价位高啊 还像一样赔钱 你买腾讯会赔吗,会赔的 为什么 腾讯价格这么高它还会跌下来 所以 所谓的价值投资 千万不要相信 骗人啊 只要你是标的 只要是资产 你按着低位加买 高位加卖就对了,这就是投资,也是投机 因为你 又不是慈善家 你不做投机做什么 什么叫投机 投机就是 低买高卖,投资也是这样 所以 不要相信这种规划 投资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获利 任何方式 不拘一格 不拘一格 就是 你看图形也好 你去研究公司的业务也好,你用任何方式也好 你只要预判 这个价格会上涨 上涨大概是多少,你有个这样的判断 然后你做出一个这样的决定买入 然后最后当它达到一个符合你预期的时候卖出 你这个投资是完美 但是大部分无法做到这个完美 至于这个背后 这家公司是好的 坏的烂的,烂得一塌糊涂,一塌悉尼都好 不重要,你在资本市场你不需要去管这些 你需要管的是你买入的点和卖出的点 后面的那些 编造的各种理论,什么波浪理论啊,这个理论啊,价值投资理论,那是他的方式 那是包装的方式,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结果 OK 讲多了 提问,请问王老师,关于多金规市场你有观点吗 之前看到制裁新疆棉事件再到多金规 毕竟新疆的多金规是全球占比很大 对国际市场有很大的冲击,非常大 我没有观点,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 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我没有看到市场有反应,但是应该会影响很大 提问,请问王老师,老龄化对当下的中国新文革有什么影响 我们讲老龄化 讲的是社会层面的影响 社会层面的 事件 它会改变中国的发展的轨迹 对中国的发展条件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是一个 新文革,我们会叫文革2.0,讲的是中国现在的政治状态 或者中共 在国家治理的时候采取的一个 采取的一个总体战略 就是文革 文革2.0 那么这是政治层面,一个是社会层面,这个是政治层面,中间有没有关联,有关联 但是它不是逻辑上的关联 它是结果的关联 就是说当你经济处于一个 处于一个下行的状态的时候,你很多社会矛盾 很多社会矛盾集中 压力很大的时候 中共会倾向于 倾向于用更严厉的管制手段 对人生对社会进行控制 防止它这个经济下行,社会走下坡路 对它的政权产生冲击 那它会抓得更紧 抓得更紧,文革的本质是什么 上次那个 吴老师说的,我觉得总结得非常的好 文革的本质 只要政治正确 啥都可以干 这就是文革的本质 政治正确谁定义 中共它自己定义 它定义这件事情是政治正确,比如说 迫斯汉迫斯旧是政治正确 以这个政治正确为前提 以这个为前提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干 那就到处都在 抢东西呀砸东西呀 烧东西呀破坏,各种破坏都在发生 一样 黑五类 一定黑五类 黑五类这些人 我怎么侵略来的 都可以,都没问题 啥都可以干 这就是文革的本质 你可以看在现在的这个政治正确之下 啥都可以干,一样 中共的 中共的本质,你可以在网上追,追到什么,义和团 如果它就是什么 叫什么 撒羊,撫青灭羊 撫青灭羊是政治正确 撫青灭羊之下,啥都可以干 杀羊人,杀这个用羊货的中国人 烧教堂,啥都可以干 这就是 政治正确之下,啥都可以干 所以他们两者之间有关联,但不是因果关系 情况,中石油上市时48元,后来跌到12元 大把人不淡定了,炒了很久,现在是4块8 都新品气和了 价值投资啊,你去价值投资吧 价值投资 4块8,现在是4块8,我见过他两块多的 我有见过他两块多的 什么情况 你价值投资,你持有时间长,你不是投机呀 所以 不要相信这种鬼话 提问,以王老师这一年多跟踪疫情来看,台湾有必要 普筛 和建立检疫所,类似方舱医院吗 最近台北有老妇确诊后,医院让他在家等待 最后在家病亡了 还有普筛存在伪扬性,会不会拖垮医疗资源 谢谢王老师 普筛 普筛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普筛是一个 对人群进行一个普遍的筛查 就是核酸检测 核酸检测有必要吗?核酸检测是一种手段 就是说,当你的社区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感染的时候 大规模的感染,不是小规模的感染 大规模的感染的时候,你要把这些受感染的人 从人群中拿出来 隔离他 那么控制疫情的扩散 那么因为人其实人跟人之间的接触不可避免 所以 病毒的传播其实虽然我们讲 戴口罩,勤洗手,然后公众地方不要去等等 但是还是会有接触 所以要想办法从人群当中把人找出来,把这个感染的人找出来 是有必要的,特别是这个疫情处于爆发的状态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有必要做这么做 但是现在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 你做普遍的筛查的时候,你本身能不能控制安全 你看在北京 北京核酸检测,人山人海,然后 人贴人,人挤人,不戴口罩 那就是完美的传播现场 如果你控制不了这件事情 你就不能干这件事情,不能干普遍 普遍的前提是什么,第一个 就是能够控制 控制筛查的现场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还有一个什么情况,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成本 你这成本是不是大到你无法接受,就是 我讲的成本不是筛查的这个核酸 检测剂的成本 是整个社会的成本 社会成本已经付出很大的社会成本 这两个成本,一个控制风险,一个社会成本 如果这两个情况都能够接受的话 而出现了 大规模的社区爆发 普三是一个合理的选项 就是想办法 把感染的人,从人群中 找出来 隔离他 找到一个隔离一个 那么慢慢的这个社区里面感染的人就少,慢慢就没有 去控制疫情 这是一种方式 但它不是一个 但是是一个 有很大代价的方式 这是第一个 所以筛查要 要去评估 这要什么 这要当地的医疗机构,就流行病 学者去研究评估 现在是什么样的场景 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影响是什么 最后做一个决定,不能够拍脑袋 这是第1条,第2条 方肠医院是 方肠医院是为了防止医疗系统崩溃 为什么呢,当社区爆发的时候 大量的病人会送到医院去 那么大量的病人送到医院去,最后医院装不下了 没办法收治病人了 没办法收治病人的后果是什么,病人得不到救治,然后他在社区继续传染 然后这个人又死掉了 这就是发生在武汉的情况 方肠医院是把这些建一个类似医院的东西,但其实不是医院 他的设备没办法跟医院比 把这些人从社区里面抽出来隔离 进行基本的救治 但是不能够进行 不能提供医院的那种医疗服务 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那么美国没有做 美国其实爆发的很厉害,当然美国的前提是美国的医疗条件医疗资源非常的 丰沛 所以就像这个美国陆军派这个医疗船 一个东岸一个西岸,结果这两艘船都没用上 一个去纽约州,一个去加州,结果这两艘船都没用上,没用上的原因是因为当地医院 没有崩溃,医疗系统没有崩溃 那么台湾是不是应该做呢,就要评估 我们不能拍脑袋 就是流行病专家要评估 这一轮的爆发 会不会把台湾的这个医疗系统 挤爆 不挤爆的话就没必要见 会挤爆 所以呢这都是发生在大陆的事情 发生在大陆的事情不一定会在其他地方发生,或者是 其他地方的社会条件跟大陆不一样,大陆的基本特征是两个 第1个,医疗资源非常的匮乏 这是第1个 第2个 社会管理 效率非常低,质量非常差 中国的基本条件就这两条,一个医疗资源非常的脆弱 非常的少 第2个,就是社会管理能力非常的差 社会管理能力非常的差 他才会把人关在房间里 你像香港也好,台湾也好 社会管理的效率非常的高 所以你看当年的SARS 香港 做得非常的完美 台湾这次也做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 拿大陆的经验来推广到其他地方,那非常可笑 大家可以认真的去思考这件事情 好吗 提问,一年多来放钱保经济 通胀是必然的,导致现在发电厂发电赔钱 请问王老师为何不涨电价 掐小企业的嘴不是 共党在自攻吗 涨电价更要涨价 电价一涨 铝价要涨了吧 铝价是用电解铝 所以更要涨 所以 涨电价刺激通货膨胀的更厉害 不能够一概而论,我们不能够拍脑袋,我们还是要去看一下 看下到底为什么 中间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下次 我研究一下我们后面做吧,做这个转题吧 情况,坐标欧洲,我们这边去餐厅 或者健身房之类需要提供三者之一 核酸检测阴性,疫苗护照或者是感染过后身体有抗体 现在是老年人打得差不多了,我们年轻的一批可能下个月或者7月份才能打到 看到疫苗进度,目前接受第1针疫苗比例在36%左右 美国现在是成年人已经超过60%,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 群体免疫的 差不多已经胜利在望了 鸣谢 谢谢 谢谢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这个 guns stehen 视频 这样 正